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跟大家聊一下 我們台灣的閩南語 閩南話的一些俗語 俗語就對了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語言 譬如說一樣是中文的話 中國各省他講的理語也都不太一樣 口音也不一樣 那像英文來講也是一樣 那我常常講的譬如說像澳洲人 他都會用一些口頭禪 各位如果聽起來也許像粗話 比如說他們常常會講這個Cunt Cunt Cunt本來就是一個生殖器 女性生殖器的地方 他們常常會講說 好朋友中間的稱呼都會叫Cunt 比如他們平常講朋友叫Matt Don't worry Matt She'll be right Matt 他們的稱呼 雖然都講英文但是澳洲人 用語跟美國人不一樣 比如像美國 比較南部比如說你好不好 好嗎 How are you 那像德州的人就會講 How are you doing How are you doing 那像英國人 就會口頭禪叫做You know You know 他們都會帶著口頭禪 所以我們中文也是一樣 然後這個閩南語 閩南語 閩南語也是一樣 閩南話裡面也是 譬如說新加坡人講的閩南話 那那個錢 講的跟我們會不太一樣 那就是這個閩南話裡面 也是有很多禮異 那像我們台灣人 講的閩南話裡面 的禮異也是很多 譬如說我剛剛講的 有說這個禮異就代表 就反映出這個庶民的社會 那所用的語言 但是這些台灣 台灣話裡面這些禮異 都是我的爸爸媽媽 阿公阿嬤 因為他們從閩南人 從大陸安息 廈門到台灣來 他們隔了三代幾代 然後到了我們這一代 很多話都忘掉了 那我們的小孩可能 可能只能夠聽 不會講 那今天我利用這個機會 跟大家閒聊一下 像我們台灣話 這個俗語裡面 用語裡面 也常常會用到一些 好像跟生殖器有關的東西 比如說 公蝦小 這個小就是 這個男生的那個 那個東西嘛 所以很不好聽 不然就講賽 極賽 極賽面 什麼賽什麼賽 甚至罵人的三字經 像台灣 台灣的閩南語用幹 那像廈門是用賽 就不太一樣 那我今天就想跟大家聊一聊 把我所知道的 有一些台灣話裡面的禮異 跟大家共同分享一下 好 來第一個 譬如說我們常常講 手頭如果騎好齋 不怕手會做紅胎 齁 手頭如果騎好齋 不怕手會做紅胎 這大家都會 然後再來一個 第二個 就是天不從人厭 你再厲害 也鬥不過老天 人傲聽工作對頭 聽工作是老天 那第二個 再來一個 小孩子有心無嘴 小孩子有心無嘴 小孩子要多聽少說 特別是以前在台灣戒嚴時代的時候 你不能亂講話 亂講話你會出事 所以老一輩的人常常跟你講 小孩子有心無嘴 有心無嘴 嘴巴不能亂講 不能跟人打嘴打字 打嘴打字就是 講一些有的沒有的 打嘴打字 然後再來第三 人如果待 看民就知道 人如果一個傻逼一樣 看人就知道 人如果待一看民就知道 就是我們中文講的傻逼 就是 第四 那個人高興 老腳的無情 那個人高興 老腳的無情 當然這些用語 有時候是充滿了一點歧視 但是也很充分的表露出來 這些庶民很底層很基層人的 的一種 就算它是一個很封閉的想法 但畢竟它是一個存在的事實的用語 所以 人高興 老腳的無情 就是 矮的人 矮之矮一肚子拐 就中文這樣講 矮之矮一肚子拐 就是 人高興 老腳的無情 啊 第五 人領手痛 够了阿阿領得不贅 人領手痛 够了阿阿領得不贅 這個就是什麼 就是說 超家滅族的意思 超家滅族 那 比如說中國也有講 坦白從寬 抗季從嚴 但也有人講 坦白從寬 老底坐穿 抗季從嚴 回家過年 你不說的話就沒有事 還放你走 好 第六個 大人爬起來小孩子就搶那椅子來坐 就是沒規矩 就想小孩子沒規矩 就是 大人爬起來小孩子 就形容一個人沒有規矩 再來第七 天公疼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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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三人有三胡 再來 第八 一代親 兩代表 三代無料料 一代親 我們小孩子還沒有成家立業的時候 跟父母在一起 大家都很親 那第二代 都結婚以後 你跟你的哥哥 妹妹姊姊結婚 各自結婚以後 小孩子都變成 表哥表弟 三代無料料 再下去就是沒有了 親情變淡 一代親 兩代表 三代無料料 再來 第二代 懶叫B雞腿 就是 沒辦法跟人家比 那個雞腿很大 你沒辦法跟人家比 來 第十 去吃行好男人 去吃行好男人 就是人 就批評一個人的長 長相 就是他的氣色 跟乞丐一樣 那臉長得這個是 好像家裡有喪事一樣 那個臉 枯上的臉 就是倒霉相 去吃行好男人 第十一 十嘴九腳趴 就是人多嘴雜 十嘴九腳趴 就十個嘴巴九個屁股 十二 喜吃欠水 人吃嘴水 喜吃欠水 人吃嘴水 就是 做人嘴巴要甜 再來 第十三 就是说很多只牛 以前牛的混可以当燃料 可以当这个烧柴烧火 那因为牛太多 他才采一采把这个大便都采光了 你也没办法去拿那些牛混 所以叫做 很多老婆你还不晓得是找哪个税 就是牛子在自己的篮子里面 笼子里面牛栏里面 专门去欺负母牛 就是质感内斗 内斗内行外斗外行 这意思 一粒田螺煮高妈汤 一粒田螺可以煮九碗汤 就形容你整得太离谱 一粒田螺煮高妈汤 十六 日头恰严严 水人够死命 这个大家都懂 十七 吃人一嘴 行人一到 就是要懂得报恩 十八 做鸡爱庆 做人爱病 就是说 那个鸡 你知道以前我们的鸡放在外面 他要找东西找虫吃 都要用爪子去抓地 所以他一直在那庆 一直在那庆 所以人都要兵 兵庆 就是你要想办法 人要活下去一定要想办法 拼生计 做鸡爱庆 做人爱病 再来 做牛爱拖 做人爱磨 当牛 你当年牛 你要恋青自己 你是牛 那你就是要脱 脱东西 脱梨 要垂残 要耕田 做人爱磨 人就是要折磨 就要做事 二十 说到嘴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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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五盘 二十一 说到你眼 嘴秋好怕感 就是跟你讲也没用 说到你眼 嘴秋好怕感 好怕感 再来二十三 一个人要有钱 最好怎么样 第一 卫兵 第二 做仪星 通后 就是开十五金 第一 卫兵 最好赚 只有水 第二 做仪星 随便你讲 第三 通后 就是开十五金 再来二十三 二十四 人 就是外行 就是人不还钱 形容一个人 他借钱不还 就是人 就是外行 二十五 一人一鸡胎 公马水人菜 一家是一家 是不要管人家 一人一鸡胎 公马水人菜 二十两 二十六 孤教插人群 孤教插人群 就是 孤鸟 就是寡不敌众的意思 二十七 孤狗 狗 这个以前我小时候 我父母常常讲我 就是 很笨 不会去钻研 只会去拿那个石头 拿铁链 就是 孤狗贴九头 就描写你做 做笨的事情 二十八 九头鸟七鸣 就是人长的张头鼠目 二十九 消贪软鸡 就是贪小吃大 三十 外水鸡 吃好味 就是太挑了 也不看看自己的本事 自己的立场 外水鸡吃好味 过来 三十一 干口头困多味 就是形容 勉励人家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也许你很累 很辛苦 但是你有奋斗有尽力 以后就很好 就是 干口头困多味 过来 三十二 拍你当搞笑人 拍你当搞笑人 就是 就是个经济不景气 社会不好的时候 这些 乱七八糟的人就越来越多 拍你当搞搞笑人 三十三 搖几家世里 搖几家世里 这个大家都晓得 就是 三十四 自己拍风景蜢 还要想看风水 自己拍风景蜢 还想看风水 就是自己都扛着一个骨灰罐 找不到地方来晃 你还要帮人家看风水 就表示自身都难保 还要多管闲事 自己拍风景蜢 风景蜢就是骨灰罐 自己拍风景蜢 又看风水 三十五 蜢子顶五甲 没跟他就 蜢子顶五甲 那三十六 如果要做骨 不怕没人拖 你只要想 当年 不要怕没有鱼 可以脱 可以跟田 就是 你只要想做就可以 再来 一个蜢 比较好 三个天空做 就是 娶到一个好老婆 就是 很有保佑就对了 再来 怕霧 台重夫 怕霧 极高无 就不能打老婆 所以说要怎么样 要有结婚的人要注意 你的良家要对他们好一点 所以你要讲 抓心抓好 不能抓到 恰杂母 这是第四十一 你能难乐 四十二 人人只要穿 人只要性别 Ad 传 clarified 辱 transformative 人只要性别 才能 ram 人只要世 再来 蜜少录 野生 美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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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腿腿 整个水水 丹娘心水 这个大家都懂 四十五 坐看记冠冠 就是出一只嘴巴 坐着看 然后别人坐着钥匙 再来 十个老人 九个都是吹牛 十个老人九个讲话都不联系 吃老有三次 多三次我说 下育老婆 半肥减刷晒 一项大事说十几次 这个以前我讲过 再来四十九 你看我没有 我看你瀑布 你瞧不起我 我也瞧不起你 所以你看我没有 我就看你瀑布 瀑布就是 也是跟瀑布一样意思 那第五十 一个剃头 一个边虚 就是一个人 事情要做一件小事情 找了一大堆人 就是 就是 就是表示这个人功夫不好 一个剃头 一个剃头 一个还要把耳朵这样拉开才理得到 这个太麻烦了 这个就好像 还有台湾话 台湾的理语说 一个棒晒 一个口狗 一个棒晒 一个口狗 一个小时候这个没有厕所嘛 小孩子到树里下去大便 大便怎么办呢 那个就叫狗来吃 这个很麻烦要叫一只狗 一个棒晒一个口狗 所以他讲说 豆定吃饭 豆咖棒晒 就是吃饭炸锅了 豆定吃饭 豆咖棒晒 就是吃饭炸锅的意思 那再来五十三 吃碗来看碗碗 就是吃里扒外 吃里扒外 吃碗来看碗碗 吃里扒外 很贪的意思 第五十四 吃劲弄破碗 性急败坏事情 这个大家知道 第五十五 刺塞轻啊 刺塞轻就是 就是你刺塞就是拉肚子 拉肚子 就是急性质的意思 那五十六 菜堂吃菜菜 菜咖啡 菜堂吃菜 菜咖啡 就是报应很快就到了 这形容两个人很好 特别是男生 两个人很好 一起去喝酒 一起去干嘛 这两个人就是 菜咖啡 就巴蒂巴蒂哥们 就这个意思 五十八 吃东吃鸡 吃到阿卜米 就是很多人吃相很难看 贪污或怎么样 一件事情钱包 就好像前一阵子 有个官员 贪污没有关系 到饭店去开房间 还要厂商提供他威耳钢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吃鸡吃鸡 吃到阿卜米 啊过来 五十九 吃行当 无死鸡兄 朝西翁 这个当然是有点偏见 形容你 女生的性欲比较强 就是这样讲 吃行当 无死鸡兄 朝西翁 那第六十 倒菜堆 倒菜堆就是指 敬你出身的 这个女人是倒菜堆 六十一是 新杂母 古籍 这个比较很粗的一个话 就是意思说都一样 你叫哪一个女人都一样 这个有时候 这个你以前在酒家 那个那些 内讲就是这样给你讲 会给你讲 所以说这些男生是怎样 就是很多男生跑那个酒家 跑酒店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指女生 所以你要才有 才有讲说 小王小三台语怎么讲 小王 台语叫做客兄 小三呢 叫做飞鸡 飞鸡 飞鸡就是小三 那我今天先跟大家讲到这里 那如果大家欢迎好 我下一次再继续跟大家这个 分享 这些台湾离语 谢谢 我们还有下一集 谢谢 谢谢